歡迎大家聽這條片 討論這個話題就是 公務員會不會減薪的話題 大家理事 當然了 我相信香港的公務員 我都做過公務員 都是合情合理的 最重要是公道而已 很多事情 但是現在才赤 我猜如果你說叫公務員減薪 他就會問你市場是多少 很多已經變成了合約制 尤其是基層的公務員 你搞什麼?市場有個價錢 那些是沒得減的 但是越是高薪的就越沒有標準 自己定自己的價錢 他們就跟市場掛勾的 商界掛勾 這些就認真有問題了 那就OK了 本來就不應該有大問題的 但是現在財赤 財赤的情況之下 突然就有人拿這個話題出來 公務員是不是應該選一名工 共渡時間了 你大家都知道 過了一段時間 是不是? 千多億了 千多億了 如果真的是千多億或者債這麼多 我覺得還沒算危機的 很客觀的 因為你還有幾千億在手上 還有你不是大跌 突然間 突然間 說可以 不是 很多人赤字預算 很多國家 那你還有幾千億先用它 但是基本法就是要兩天為出的 就是說呢 儲起了那些呢 理論上就要作為一種後備 因為過去那幾年 例如突然間是 疫情了 當然你疫情可以借債等等的 但是它不是 反過來 疫情就用儲備去撐了 幾年財赤之下 不見了幾千億之後 現在突然間就說危機四伏了 剩下五千、六千億 我們政費一年原來是八千億的 所以現在大約都是十個月左右 但是都很安全了 是不是? 那就不知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經驗裡面 香港是只有盈餘 還不會有赤字 已經赤字了幾年 前面的片都說過 應該炒了這個陳茂波 或者要他解釋為什麼 過不過關 他說是 外圍環境 外圍環境不錯 是香港差 中國環境 你賴中國 中國肯不肯被你賴的問題 那怎麼辦? 中國不是很好的嗎? 現在 是不是? 融入大關區嗎? 風光無限的嗎? 為什麼沒有錢? 是不是? 好啦 外圍環境出了這個 很多問題就跟著出了 月尾就是了 突然間最近就 其實就不是突然間的了 那就有學者建議就減薪十個百分比 公務員高級那些 是不是? 低的那些呢 他說就是一兩個百分比 我覺得如果你這樣提議 基本上 救這個財赤呢 作用不算大的 因為高薪的始終是少數的 是不是? 他減10% 加起來的錢 可能是幾億 但是如果低薪高薪都減10個百分比 這樣就很厲害了 但是你就做不到的 我相信就是 因為低薪的那些會罷工的 現在高薪的那些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會令到香港人感覺公平 就是你搞成這樣 是不是? 防疫又一塌糊塗 跟著繽紛又一塌糊塗 最近搞什麼美斯的那些 踢球又一塌糊塗 什麼都搞不定 那你還要這麼高薪的那樣 是不是? 四五十萬一個月的 是不是? 那些局長 副局長 還有啊 我們以前經常說三支十一局 不是很久的事而已 十年八載前而已 現在變成了十五個師 還要加上副局 副律政司 整個副律政司 總之很多擺明是招呼自己人 湧元 是不是? 這些就算全部減掉 可能你說省了幾億而已 不是很大件事 可以是這樣看 例如麗洞國就這樣看 意義不大 其實就 這個數字算出來 對財赤是救不到的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是肯這樣做 大幅減高官的那些人工 大家 然後香港人說 我們沒錢了 那你低身的也沒得減的 是不是? 十七點五萬公務員 如果再減的 可能都要財一些 但是都要的啊 都要人做事的 不是社會哪有這麼多服務給你呢 是不是? 這個呢 你攤開來講而已 是不是? 你減一些基層的人工 大家都不於心不忍 它就走了 所以沒有啊 反而高的那些呢 你幾十萬 你減一半都高過很多 大多數人 你不喜歡走啦 那樣 很多人可以替你的位置啊 是不是? 客觀上我們是 但是這一幫人掌權 所以當然要顧著自己利益而已 所以說 要他們減薪呢 當然我們沒有能力的了 但是共產黨 中共 中央 如果給壓力 李家超呢 那李家超就真是大件事了 即是呢 李少波講的嘛 減十個巴仙 是不是? 這樣呢 我以為不止 即是不要客氣的 應該減到二十個巴仙 因為國內就是減到二十個巴仙 國內的公務員 國內都是這樣 為什麼你們不是這樣呢? 你們已經比國內更高 因為國內很多啊 這個話題一出呢 嚇到很多啊 但是呢 還有就是現在 好像是一致意見呢 那些這樣的行政會議的議員啦 那些這樣的立法會議員聲都不聲啦 是不是? 只是說 他們都沒有說加這個加這個樣子 除了葉劉稅 那麼好東西 經常說 剪掉了老人家的那兩元車船 即是交通津貼之外呢 就說不出 事實上香港呢 有幾份很大份的 即是呢 教育啦 醫療啦 社福啦 是不是? 醫療和社福都是大的 這些你真的無法省 但是竟然呢 千五億大約就是公務員出糧 公務員出糧呢 我們八千億 八千億 他就用四分一 四分一 你不能不在那裡想的 即是你要減低這個財赤 是等於政費支出的四分一 你說大不大件事呢 非常大件事 好了 還有很多錢 可能給那些退休的那些 離開了香港的那些 全部這些可能遲早都要想的了 要剪掉了 退休的那些 退休的那些 退休金要剪掉了 那如果你要剪掉的話 當然是無能的政府要帶頭啦 尤其是權在你手 如果中國 北京給壓力 李家超呢 你減工了 你帶頭啊 這樣 他肯帶頭也好啦 減多少呢 這樣 是吧 講二十個百分之結果減十個百分之 明年再減十個百分之 諸如此類 都不過份啦 是不是這麼說啊 四五十萬人工 你減二十個百分之 還有四十萬三十幾萬 你應該減啦 是不是 那可能數都出來幾十個人而已 是不是 這麼多人工的 不是很多而已 因為這樣減呢 很多那些什麼平基會啊 證監啊 那些NGO 大的NGO啊 那些都要跟的 因為他們跟政府的嘛 那整個社會都要減薪的了 要 那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是經濟來的 但是呢 它是一件迫不得已一定要做的事 很快這個壓力就來了 因為你完全 陳茂波完全是沒有辦法提出一個方案呢 怎麼增加那個政府收入 開完折留 你開不了你唯有折留 折留就要減人 減人呢 失業率高也是不妥 是不是 老老實實啦 那我就覺得 就算是做樣子 高官要負責的嘛 是不是 那你 你是搞不定 那你還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拿這麼高的工資呢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見啦 你說是 千四億 千四億是公務員出糧 那那裡如果你能夠減十分一 都是百四億 其實真的不是很大 那如果是可能是十分一 中的十分一才是高官減給你的 那真的是幾億而已 但是呢 感覺就會好很多了 是不是 但是這個壓力呢 相信就會很快出現了 在公務員群體裡面 那當然啦 公務員 公務員有很多個級別的 我都做過公務員啦 是不是 那我覺得 幾乎所有 所有那個 要求公務員減薪呢 他們都很一次就認為應該是累進的 累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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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簡單的 低薪的就減最少 高薪的就不是個個都減5%了 是不是? 我們在歷史裡面是試過的 是不是? 2023 2023 325 325 325 怎麼樣呢? 233 233 233 就是兩年動申 兩年就 2004年的事了 是 那麼 到現在 一路加工 加到現在 中間是試過幾次凍身 那麼早兩年都凍了一次 去年是加到 就是 4.5% 去年加工 那麼呢 今年呢 新疆調查就好像幾乎一樣的 高薪的就 都要加2.5% 成3% 低的就4.8% 我想呢 你就不用想的了 但是這個加薪的問題到五月才 現在在財政預算案裡面呢 大家就牛仔咬住了 那麼我就說呢 這個話題必須要提早拿出來的了 是 很現實講的 剛才也解釋過了 可能是意義不是很大的 如果錢那方面意義不是很大的 但是這個象徵意就很重要了 就是你們 拿這麼高人工的人如果不值呢 是 你們高個國家主席很多啊 你們的工資 當然啦 不是這樣比較 但是你比較台灣的工人 比較台灣的高官啊 總統啊 哇 你李家超高過美國總統啊 你的工資 怎麼可以啊 是不是 所以這些這樣的情況呢 人家要比較的時候呢 就會構成壓力的了 最好就是你們主動呢 承認一下衰啦 基本上你是搞不定香港的情況 是不是 又說風光無眼 搞政治是厲害的 搞了那些二十三條你很厲害 是不是 北京可能要你啦 但是我不信北京說 只是搞定那些二十三條可以啦 其他那些錢不要緊的 沒有經濟不行 我們給你吧 沒有這回事嘛 你一樣要搞定啊 經濟 你搞不定 那你搞定第三條又怎麼樣呢 你都是要減薪的嘛 好啦 我們以後的話題就是究竟高官減多少 低薪的減多少 大家客觀地去討論啊 那我相信呢 如果你高官減大利率 不是大家減2% 低薪的那些呢 高官減2% 低薪減2% 他都相信嘛 他都肯接受這樣的安排嘛 你又有2% 他有2% 數地那個減2% 我們都不撐啦 這些東西對不對 至於你說直接在炒一半 那些議員啊 區議員啊 那些副局長啊 政助啊 炒一半啊 絕對不會影響香港資政啊 更加暢順啊 是不是這麼說啊 好啦 講完了